还不快写了送上去 只管姐姐妹妹的 谁是你姐姐 那上的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 林黛玉出入荣伯府 王夫人反复交代黛玉 千万别搭理她大儿子贾宝玉 说这货是个货根涅胎 换是魔王 说话一时天音蜜语 一时有天无日 一时又风风傻傻 侄子莫若母 这一波到了第二十七回 埋香肿飞燕气残虹 贾宝玉就对林黛玉说了一句 有天无日的话来 贾元春听到估计都得哭 这回黛玉因为怡红怨丫鬟 不给开门的事 跟宝玉置气 宝玉不知原因 就急得直嚷嚷 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 虽然有两个 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哥母的 我也和你似的独处 拜托 红妹妹归红妹妹 虽说你亲哥哥贾猪死了 探春贾桓是赵姨娘生的 但元春可是你妥妥的 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啊 你咋能说自己 没一个亲兄弟亲姊妹 是独处呢 红楼迷雾虎多 贾元春和贾宝玉 是一个妈生的 这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回 棱子星演出荣国府的时候 说得明明白白的 这正老爹的夫人王室 投胎生的公子 名幻贾猪 十四岁进学 不到二十岁 就娶了妻生了子 一病死了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 生在大年初一 这也就齐了 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 取名叫做宝玉 而这棱子星又绝技不会说错 你道棱子星是谁 是王夫人的陪房 周瑞家的女婿 得到的都是丈母娘家来的 第一手的八卦 陪房就跟陪嫁的通房丫头一样 是小姐出嫁时候 一起从娘家过来的 平二能不知道乔姐 是不是王羲凤亲生的 所以贾宝玉为啥 在这回说自己没有亲兄弟姐妹 算是成了红迷界的一个小迷案了 关于这个问题 红迷界总共有下面四个说法 一 元春嫁入皇家 就不能算是宝玉的姐姐了 持此说者认为 古代等级制度森严 元春嫁入帝王家后 已是皇家的人了 是主子 贾政见了元春 都得下跪称臣 贾母见了她 也要跪之不迭 更别提宝玉了 所以宝玉 在算亲兄弟姐妹的时候 会自动忽略元春 二 长期不得见的姐姐 相当于无 这种说法认为 元春自小进宫 是个不得见人的去处 跟宝玉长期不得相见 况且嫁出去的姐姐 泼出去的水 那这姐姐就相当于没有了 三 男人恋爱时候说的话 能当真吗 这种说法认为 宝玉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在哄生气的林妹妹 说彼此处境相似 是一种公关策略 就跟金兰器 互抛金兰语那回 宝钗说 自己虽有个哥哥削盘 但还不如无 跟黛玉同病相连一样 纯粹是为了拉近距离 四 曹月琴留下的bug 此说认为 曹月琴又不是银河超级计算机 有所疏漏也是有的 元春的元形 本是曹月琴的姑妈 平君王纳尔苏之期 曹家世 很可能 曹月琴写着写着 忘了他已把这个王妃姑妈 安排成了宝玉的皇妃姐姐 这个读出 就跟李丸对探春说的 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 难道你也是个王妃不成 一样是曹月琴留下的bug 上面的说法 虽各自成礼 又都不足以让人完全信服 很难说哪个绝对对 哪个绝对错 我唯一敢确定的是 根据我的阅读感受 贾宝玉心里 还真挺没元春的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枣公 元春家风贤得飞 全家人都血气迎塞 宝玉却丝毫不把姐姐的好事 放在心上 只为既有情中的病情烦恼 而听说 黛玉要从扬州回来了 宝玉就高兴了 第二十九回 多情女情重 玉真情说 宝玉认为 凡远金金有之家 所见的那些归婴维秀 就会有稍及黛玉者 宝玉眼里 压根不如黛玉的女性里 估计也包括了 自己做妃子的姐姐元春吧 第二十八回 薛宝钗修拢红色串 宝玉一着急 对黛玉赌视 除了老太太 老姨太太这三个人 第四个就是妹妹了 又有第五个人 我也说个事 看看看看 这哪里有什么亲姐姐元春的位置呢 元妃醒亲的时候 曹公行文 着重强调 元春对弱地宝玉的怜爱 说元春带宝玉 怎样与朱蒂不同 没进宫前 怎样加宝玉十字 进宫后 怎样实时带信出来 关心宝玉的教育 对宝玉的眷恋 气爱之心 怎样刻未能忘 名愤随其姐弟 却怎样情状如母子 元春带宝玉 有若慈母 一见面就要将宝玉拦入环内 首付宝玉头颈 泪如雨下 可母爱 从来都是一场 重复的姑父呀 曹公好了歌也唱了 痴心父母鼓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有第五个人 我也说个事 在元春心里 宝玉名列前茅 在宝玉心里 大玉来了甲府后 哪还有元春这亲姐姐 宝玉还说什么 我心里除了老太太 老爷太太 第四个就是妹妹了 一听说人要回扬州 一秒变痴呆 这哪里是第四位 待遇就是她的命啊 十二三岁的少年 说话正是 有一杆子没一杆子的时候 更何况是 一时有天无日 一时又疯疯傻傻的贾宝玉 着急之下 信口胡说 什么亲姐姐 想不起来了 不晓得了 我就跟你一样可怜 离一离我好不好嘛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稚气之后 待遇哭唧唧的说 你也不用说事 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 但只是见了姐姐 就把妹妹忘了 哪里该是待遇哭 明明该是元春哭 宝玉哪里是什么 见了姐姐 就把妹妹忘了 明明是自从见了妹妹 把亲姐亲娘都忘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观众三里投币 我是申士宇 这里是明珠小谈 我们下期见